你怎么认识呢 他说我送冷饮 他家开商店 他家开商店 你送冷饮 对 他约了我四次 可能第五次 我们俩才见面的 所以是他主动追的你 无论多晚才给我打电话 九点 十点给我打电话 在哪儿干嘛 我说送货呢 吃饭没呀 总是一些关系语言 认识白女士之前 你谈过恋爱吗 这是你的初恋 我介绍过 但是就三天两天 就拉倒了 为什么 家庭条件穷 本身也丑也合不来 家里穷 会是你不愿意谈恋爱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对 为什么 因为种角皮跟牙一些 因为到他们那种 我还不愿意去做 上地方家过日 因为我毕竟有父母的 对不对 自尊心又强 可是又 家庭挺穷的 母亲吧 精神还不好 还没有牙齿 就我记事的时候 都没有牙齿 他吃靠一些野菜 能农村寝菜你知道吗 咬着嘴鸭这么埋没 把我养得这么大 所以小时候家境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 以至于在恋爱的时候 你都没有勇气 觉得没有资格 跟别人谈恋爱 对 没有办法承诺 对方一个未来 对对对 我想问问白女士 当初他是哪一点 吸引了你 这个人非常的本质 对外界就是接触 跟人说话 就是在外界跟人谈事了 都特别的好 为人处事特别的好 我来事 对 感觉农村的挺靠谱的 然后有点挺本质的那种 因为毕竟说家庭在那放的 对我肯定能好 所以你打算嫁给他 家里人同意吗 家里人全都不同意 就我自己同意 你是怎么顶着 全家人不同意的压力 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感觉 只要我自己喜欢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说跟父母 跟他在一起 我感觉 只有他能给我幸福 什么都不重要 当你们两个人 过得不好的时候 他打你的时候 你跟家里人说吗 从来没说过 我没想到 就是说金钱能造成 我俩就现在这么 这么大的这个伤害 你觉得这十年的婚姻 过去了 你当中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就是伤害 不信任 一点幸福和快乐都没有 还是说 曾经有的幸福和快乐 也被这些伤害磨灭 对 你们现在的孩子 归谁服务 归我 他现在在哪 现在在托管 为什么是在托管 因为怎么说呢 我现在他总 找我麻烦 威胁我 如果要是说 我在哪住了 我怕他一整就威胁孩子 说你妈在哪 怎么样 我说打那关心你 你有错误理解 怕他威胁孩子 对 怕他威胁孩子 找我妈 我就不敢把他 接在我身边 如果要是 他能看到 他自己的错误 不再威胁我 我肯定能把孩子 放在我身边 孩子的未来 你考虑过吗 我之所以要跟他离婚 才是想孩子的未来 还在这种家庭暴力中生活 长大 他也是一个暴力倾向者 所以我不想要他像他父亲那样 长大也这么暴力 所以 你不会再想要回去了 对 感谢观看